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恐怕我们的小燕子是真的要成落汤鸡了 要说为啥这一次赵薇难逃一劫呢 且看我们为大家详细盘点初代顶流的四宗罪 我们先从轻地说起 第一就是其自身的品行不端 2004年民间的一纸诉状引发了购路媒体的关注 赵薇指使司机殴打孕妇的消息瞬间传开 让她一时间深陷舆论之中 被打的孕妇是前时装总策划周雪 在采访中 她称自己被打是赵薇指使 原因是两人在共同经营的酒吧管理方面产生了争议 所以赵薇指使司机带人到自己老公的生日宴上打了自己 虽然最终法院判定赵薇清白 但即使如此 很多人选择不相信赵薇 以至于她因为此事被网友吐了多年口水 给粉丝心中留下一道久久没有愈合的伤疤 如果说上面这个民事纠纷只是对她个人道德品质的质疑 那她的政治正确问题始终没有拿出一个明确的定义 2001年 一张赵薇为杂志拍照时申批日本国旗的照片 在网上火速传开 而她本人也因此被指责为背叛者 生气的粉丝不惜闯上舞台 将一瓶黄金汁迫向赵薇 此刻她进入了人生中的治安时刻 最终还是时间让网友淡忘了此事 但赵薇又用自己的行动提醒了网友她的政治倾向 在拍摄《别无他爱》时 有网友建议她不要用日本女演员诗员浩子 因为对方曾公开侮辱中国 也不应该用分裂主义者戴力伦 结果赵薇仍然拥抱着两位演员 照片也很亲密 这还不算完 前段出事的商和令主演张哲瀚 也被定义为亲日分子 也是赵薇旗下的艺人 她还因此被临时取消 登上时尚杂志艾拉的封面 出道二十余年 网友始终把亲日台独这些敏感词汇 与赵薇联系起来 作为一个中国大陆的明星 这让民众始终无法释怀 以上的事情只是让大家心有不悦 但接下来这第三罪状 可是让广大老百姓实打实的损失惨重 2010年前后 赵薇与资本大佬黄有龙洗劫良缘 摇身一变成了十足的阔太太 从此之后 她也借势在资本圈大展身手 各出圈前 直到2018年 赵薇控股的龙威文化 拟以50倍高杠杆收购万家文化 被证监会叫停 赵薇可以说是一下子跌下了神摊 一度陷入万恶资本家的舆论非议之中 时间来到两个月前 2021年7月初 黄有龙再次被爆出 债务缠身无法偿还的消息 由此可见 赵薇二人目前还没从资本的漩涡中拔出来 有媒体统计 在赵薇夫妇这几出空手套白狼的喜马中 让广大网民真金白银的损失了上百亿元人民币 最后我们要说的 就是赵薇此刻落得如此下场的原罪 也可能是整个事件的导火索 那就是膨胀的欲望 在欲望之下 她请求当年闹得半个娱乐圈 都瑟瑟发抖的气功腊师王林 为自己开光 在欲望之下 她紧抱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 马爸爸的大腿 深陷资本的牢笼 在欲望之下 她才胆敢孤身入室 操纵几十倍杠杆 赚着刀口舔血的黑心钱 在欲望之下 她敢贸然站队 编织起自己强大的后台 如今后台倒了 自己悲惨地沦为了连带牺牲品 8月22号 中国央媒发布消息称 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落马 至此开始了一连串的余震 其中赵薇的大腿马云 身处镇中地带 因为当年这位周书记 不断地给阿里巴巴背书 不停地给马爸爸表彰 当下马云已经从蚂蚁上市之时 被舆论血仓 现如今周江勇被查 是否会抽丝剥茧出更多的罪状 小编感觉只是时间的问题 而同一条线上的赵薇 作为公众人物 更会是一个杀鸡净猴的踢死鬼 所以这一切 都是由于她贪婪的本性 让她选择 贪权富贵 取义逢迎 如今落得如此 恐怕再无人可帮她上岸 不过此劫 小燕子赵薇自出道以来 给大家的第一印象 就是那双明亮的大眼睛 未经世事 清澈见底 没想到二十多年后 同样的眼睛下 竟然埋藏了这么多污秽与不堪 前有娱乐圈成就了她 后有资本圈毁灭了她 急起急落 最终还是难逃一劫 令人唏嘘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